电影《八个女人一台戏》以香港现代生活为背景 展现女人之间的勾心斗角 梁永奇、郑秀文、赵雅芝均有出演角色 这个角色是整部戏的一个源头 没有这个角色整部戏就不会开拍 也不会发生那么多事件 发生那么多女人之间的斗争 赵雅芝上一次拍电影还是在2011年 当时也是客串关锦鹏导演的电影 看来关倒这张招牌 在赵雅芝老师这里还是很有用的吗 他自己的标准也挺高的 而且他很细腻 对每一个台词都有他自己的看法 导演好、角色好 最关键的还是剧本好 这部最近每次见到他 人家都是在为电影做宣传呢 我觉得挺享受的 因为演戏还是一种茉莉吧 你是演员 你总会喜欢有一个好的角色、好的剧本 文娱新天地编辑不到